現在要進入我們這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內容叫做板塊構造學說 但是要講它之前 我們要先講大陸飄移 大陸飄移顧名字就是大陸會飄 大陸會移 陸地會動叫做大陸飄移 這些事情我們目前都把功勞歸給韋德納韋大哥 但是事實上在他之前就有人講過類似的話 有位是那個火腿先生 他說他覺得那個南大西洋兩岸好像可以拼在一起 是不是以前在一塊後來呢 分開 這位大哥呢也說過類似的話 還有一位大哥輸了一大堆 輸了一大堆 巴巴巴巴講講講講一大堆 好他們都有提過類似大陸飄移的說想法 那為什麼要把功勞歸給韋德納韋大哥 因為他們都隨便說說 清財公共耶 可是韋大哥有提出證據 證明陸地以前在一塊可是後來分開 所以我們就吧 韋德納說兩億年前整個陸地叫做一個盤補大陸 一個大陸塊叫盤補大陸 四道以北叫做勞拉西亞 然後南方叫鋼瓦那這個國中不重要 國中只要記得那個盤補大陸就可以了 不是整個陸地叫做盤補大陸 北半南邊鋼瓦那勞拉西亞 OK 這樣子看看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 然後後來就開始分開 然後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叫做大陸飄移學說 兩億年前長這樣 然後長這樣 然後變這樣 這個年代希望你記憶一下 這恐龍在見的時候 五千五百萬年前 終生代結束的時候 然後變成現在這樣子 當然現在科學更進步了 我們收到資料更多 所以我們會把時間推到更早 所以下一張是從 記得七億多年前一直到現在 他的單位是百萬 所以是兩百的就是兩億 兩百就是兩億 好 這是什麼啊 就是從頭 來 好會心喔 好會心喔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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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從 七億多年前一直變成長 像這樣子 OK 好來 我們說東澳歸給偉大哥 是偉大哥有提證據 第一個 非洲跟南美洲的地形 可以接得很好 可以拼合成一個古大陸的地圖 好 好 如果你去找那個 海洋大陸斜坡的鐘點 你接會接得更好 因為表面可能會輕蝕嘛 可能不太一樣 你接得更好 老師啊 這個是湊巧啊 就剛好一個2一個啊 就湊在一塊了嘛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啊 不只這樣 不只這樣 好 不只是說 幹你一個2個啊 就可以湊在一塊 不只是這樣子 還有別的證據 冰川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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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跟你講 我不講過冰川會造成光滑 但是有刮痕的體面嗎 不是告訴你說 它的刮痕可以顯示冰川的走向嗎 你可以把它接起來啊 接起來 然後呢 最尾端應該有什麼 成績物對不對 你還記得冰川的成績物叫做啥嗎 冰川的成績物叫做啥嗎 冰川的成績物叫做啥嗎 冰西來 帥哥 三十二號 三十二號 三號 十二 起立 冰川成績物叫做啥 冰協 стол 冰協石 請坐下 所以這些擦橫可以接起來 接到最後可以有冰協石在那邊 所以不是形狀接起來而已 不只是形狀接起來 也那個冰川都怎樣 接起來了 那顯然不是湊巧的嘛 顯然不是湊巧 冰川的證據 然後呢 還有 有韓代養齒植物的煤層 這裡的地方呢 非洲又不是韓代 南美洲也不是啊 印度半島也不是啊 那為什麼它會有韓代呢 以前它在韓代 現在飄到了不是韓代的地方 所以陸地會飄啊 然後呢 有相同的 不會渡海的化石 根據相對論 如果分隔兩邊的種類會不一樣嘛 對不對 它有同種 可是蝸牛不會在非洲跳海 游過大西洋那時候 在南美會化石 所以表示它以前怎樣 在一起的嘛 所以很多的這種東西啊 那這些什麼 什麼鐘龍啊 犬頭龍 還有這個什麼植物啊 蛇羊籃啊 蛇羊齒啊 它的種子很大很重也沒辦法漂亮過嘛 可是卻在兩邊有同樣的化石 這表示什麼意思 以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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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才分開 後來才分開 所以這叫化石的證據 然後還有呢 地質構造證據 一個大蝶皺在非洲斷掉到南美接起來 一個礦脈在非洲斷掉到南美接起來 不只是形狀接起來的 連礦脈都接起來的 連褶皺什麼構造都把它接起來 所以 欸 以前應該是在一塊 叫做地質構造的證據 還有剛剛講過也是換化石 現在變成熱帶的 北歐是熱帶的 葛英蘭是熱帶的 不是啊 可是它有熱帶的化石 它以前在熱帶 後來飄到了不是熱帶的地方 這又是所謂的熱帶的證據 熱帶的證據 OK 好 這些證據要記住喔 考試會有人問說 下列何者是或下列何者不是 韋格納大陸漂泛的證據 所以我交過證據 你沒有辦法完全背下來 大家大概知道 我有講過冰川的證據 我有講過化石的證據 煤層的證據 地質構造的證據 大概知道哪些證據 要有個概念 這叫韋格納的大陸漂浴學說 這個學說提出來當然是 轟動無人 嚇到慢狗 引起大家熱烈的討論 可是不久之後就沉疾下來 因為 有些事解決不了 你說的陸地會很漂亮對不對 好 它為什麼會很漂亮 它那麼重 它怎麼會漂 韋格納講不出來 韋格納個人認為這不是它的事 這是表達那種事情 它只要告訴你它會漂就好 它只要告訴你它會漂就好 它沒有動力來源 沒有動力來源 就是這四個字 動力來源 不知道為什麼 當然有人幫它解釋 還有都有神仙解釋 海浪埃達 地球自轉靈心力 各位奇怪 通通都不行 所以這個學說就沉疾下來 因為它缺乏動力來源 陸地會漂 但是為什麼會漂 不知道 這就是大陸漂移學說 請你記得有哪些證據 證明大陸曾經漂移過 這就是你要記住的事情 OK